加入的話很簡單 你一點點以來應該會看到這個畫面 第一個可能要先登入你的Google帳號 因為這個是Google論壇 第二個的話你就點選那個要求加入這個群組 然後你把你的名字告訴我 或者如果你知道學號的話 然後申請原因也許上課複習之類的 然後因為最重要是 我要確定說是不是上這門課的同學 才可以允許被加入 如果外部的話就沒辦法加進來 所以如果填寫不完整 那我可能就不知道是不是上課的同學 所以就讓我知道一下你的名字 然後再來的話 你每次進來的話應該就可以看到這個清單 那上個禮拜的話就第一次 所以這個清單裡面我會把那個清單 總共九段影片 裡面的話包含就是 第一個是下載那個懶人包嘛 那懶人包裡面讓我們把它解壓縮 裡面的話執行Spider 理論上的話應該不會太困難 不過就是解壓縮的時候可能要特別小心 哪些地方要小心 第一個的話就是你低碟 特別重要 因為我這個懶人包 預設的路徑是低碟 所以裡面假設你是放C碟或其他碟 那 預設是不行 不過是可以修改的啦 OK 那怎麼修改我待會會說明 那你把它打開之後的話 上面講Scripps 裡面的話會找到一個叫Spider 這個Spider3 你把它點兩下 然後他會出現說要不要執行 理論上你就把它點一下執行就OK了 那這樣理論上應該可以run的才沒問題 不過呢 可能會幾個問題啦 如果幾個狀況 第一個如果說你解壓縮的時候 我一直強調 你只能夠解一個目錄 那當然有時候你可能解壓縮的時候 你可能多按一個什麼 解壓縮到那個目錄 可能就是比如說你裡面有裝這個 有沒有 按右鍵的時候 理論上是解壓縮字詞就好了 有沒有 那如果你是解壓縮到多一個目錄 那就會變成目錄又一個目錄 那一樣找不到 會變多一層 所以特別注意不要多一層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如果說假設你是裝在非低跌底下的話 那該怎麼辦 如果假設是裝在那個 這個低跌的話 你有沒有直接打開 然後呢 上禮拜的環境就OK了 不過因為環境會好像會還原 所以之前的設定就再設定一下 包含什麼呢 比如說我這個這個有個板手 比如說我要把它改成什麼 背景顏色不要Dark 不要深色 所以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這個第二個選項 然後選擇這個就是Spider這個就可以了 按OK 然後另外的話呢就是那個語氣部分的話把它改成那個 比如說中文的話 它會 restart一下 那中文的話你再去那個general 那個裡面的話去設定那個language就可以了 這邊有一個 這邊 它一直提示你那個更新 那因為它理論上會一直更新 那這邊一個advance的setting 把它改成簡裡中文 按OK 那這樣的話它又會重新起 要不要重新 restart一下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就OK了 好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說你這樣 假設你是安裝的路徑 不是在低疊的話 那要怎麼辦 其實跟各位講 我先把它關掉一下 其實要修改這個路徑 也蠻簡單的 如果你不是在低疊的話 一樣 你就打開 找到那個什麼 找到這個Spider 按右鍵的時候 先看一下裡面有沒有一些編輯器 如果裡面有一個叫什麼Nord配++ 你用Nord配++ 如果沒有的話 看一下如果按右鍵 就是把這個程式呢 按右鍵的時候把它開起來 但是我需要一個編輯器 所以它開啟的話呢 我是建議你 先安裝一個軟體 安裝一個軟體 叫Nord配++ Nord配++ Nord配就記事本 加加的話 就是記事本的進階版本 它也是免費的 那裡面有一個download 你就把這個download下來 然後download的話 你就選擇最新的 反正就是點那個版本 然後呢 然後再把它什麼 選擇download就可以了 這邊有一個download 你們download點下去 然後它會下載 一個安裝程式 那你就很簡單把它開起來 然後按OK 下一步 同意下一步 下一步 安裝 這樣的話呢 就把這個Nord配++ 給打開了 當然你說不用Nord配++ 可不可以做啦 但還是可以用記事本 問題沒有那麼方便 所以呢 我們把它關掉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 直接在那個我們的 Spider3的上方按右鍵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有安裝這個Nord配++的話 這邊會出現 那我們只要怎麼樣 把它按右鍵 用那個Nord配++先編輯一下 它會出現這一些run 那請你直接把它拉到最下面 那你會看到 最下面的部分的話 它會有個路徑 OK 你把它往下拉 拉到哪裡呢 你會發現 這邊有一個路徑 在哪裡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這邊路徑沒有看到的話 它有一個地方可能設定一下 就是那個 檢視裡面 它這邊有一個可以讓那個什麼 讓那個 因為它這邊沒有自動換行 變成它那個 有些資料是在最右邊遮住了 所以我是建議 你可以在檢視裡面 設定一個自動換行功能 那一樣喔 把它往下再拉一下 你會發現有一個路徑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 本來是 我們是放在D跌底下的那個路徑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它這邊就有一個路徑 會讓你看到 那你其實只要把那個路徑 改成那個什麼 改成 把原來的D改成C就可以了 一堆亂碼 這邊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路徑 路徑部分 如果找不到 我們要按那個Ctrl F 然後找尋找 你就把那個本來的D冒號斜線 然後我們是什麼 Python 384好了 直接尋找這個看看 你會發現它找到了 找到位置在哪 在這裡 躲在這裡 因為這邊有 其實它剛好就在這裡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路徑 你要把它打開很簡單 就是修改這一個 那其實它理論上的位置 應該是在 你把那個 這個檔案 開起來之後 一直拉到最下面 其實它應該在最下面 最下面的話 你會看到 它大概是在這邊 如果出現有那個行處的話 它是432 那431吧 431行這裡 那你只要把什麼 把這個D冒號 改成C冒號 那這個時候的話 也就可以 那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我把畫面先還給 還給各位一下 先試一下 這個script 底下的這個spider 那之前是點兩下 左鍵嘛 現在按右鍵 然後把它 Add with NatalPage 然後直接把它 選到最下面 不過選到最下面之前 記得這個設定自動化 這個可能要把它打勾 否則如果你沒有自動換行 它好像會不好找 當然也還是可以 不然你就尋找一下 旁邊這邊有 你就往下拉 它應該會出現 不過如果你假設沒有自動換行 它應該是在哪裡呢 在這個地方的最右邊 我看這個 有沒有 它會躲在哪裡 有沒有 如果你沒有自動換行 你變成你要自己再把這個 拉桿拉到最右邊 很右邊 這麼右邊 在這裡 躲在這裡 有沒有 如果你自動換行的話 就會折行 但如果你沒有自動換行 你就要自己拉過去 它理論上是 把這個卷軸拉到最下方 找一下 把這個路徑改一下 把C D改成C 就OK了 現在你不要改 因為如果你現在改 一定會 你沒有把它存檔 如果你把它存檔 你會發現 你現在假設打開的話 它會出現錯誤 它會出現說 unable to create 有沒有 它會出現 它找不到C帽號 表示說呢 它路徑變更了 那怎麼辦 就再來一次吧 就是你把這個 再改回來就對了 把這個 C帽號 改成D帽號 把它存檔 存檔之後 再把它關起來 再把它打開 這樣應該都OK了 大概是這樣 應該沒什麼問題 這個我覺得 這個 Spider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讓你帶著走 也就是說 你只要有這個懶人包 你在任何電腦上面 你就可以直接解壓縮 那當然 預設是低疊 如果你什麼都不敢 你放低疊一下 絕對沒有問題 記得不要多一層目錄 也不會有問題 OK 所以這個環境其實 只要你注意這細節的話 好處就是 你一到一個環境 你要寫拍照 你馬上可以打開 然後馬上可以 把你想做的事情 很快可以把它做完 OK 所以這個優點 就是這樣 在這裡 那當然其他 在書本上面教的是 要你安裝一些東西 不過很多電腦上面 是不允許安裝 像有一些公司的電腦 像現在金融業很多 其實你安裝任何軟體 都要必須要上千層 預設可能有一些 一sell應該有 VBA可以寫 但問題其他就不行了 那怎麼辦 你可以用懶人包 懶人包 我不是曉得 應該理論上 我不知道規定 不過理論上是可以開得起來 等於是說 你假設要做一點事情 是可以的 OK 至少你可以寫拍照 不然的話 有些人學了半天 最後發現 公司的電腦不能打開 等於你學了等於白學了 尤其是金融業 因為現在蠻多金融業的同學 來學這個課程 因為金融業現在很多是要Fintech Fintech變成數位金融 變成你很多東西都要用程式來解決 那問題是 它環境又不給你 那怎麼辦 你可能就用懶人包這種方式 可以做一個暫時性的解決方案 OK 那再來的話 打開之後的話 那我們這個環境就OK 那你把一些相關設定設定好 那再來還有什麼 其他我們就是講了有關相關設定 那再來就是有關變數型態 那變數型態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 在那個Python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上禮拜有講三個型態 第一個型態呢 其實就是數字 但數字分成兩種 一種有小數點 一個沒有小數點 就整數跟小數點的 OK 那這兩個是分成兩個不同 一個是int 一個是float 可能要注意一下 int跟float 另外的話呢 就是一個字串 就是string 所以Python裡面用最多的 大概就是這三種型態 OK 那後面如果還有其他的 我再跟各位做補充 不過理論上我覺得 Python在資料型態上面 已經讓你減少很多麻煩了 不像一些Java或C++ 你要 剛開始你就要記很多很多的型態 然後呢 它每個型態的長短又不一樣 如果你用錯了 你到時候你的資料就異味 就沒辦法放不下 那就完 那就麻煩 所以其實Python 我覺得盡可能把這些問題 都把它單純化了 那跟VBA有點像 VBA其實 甚至VBA裡面根本 什麼型態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宣告 不過你想說老師 那你不宣告這個什麼缺點 有缺點 第一個就不要浪費記憶體 第二個 執行效率會變差 當然問題來了 因為現在的電腦硬體 已經 以前的RAM都是Mega 現在都Giga 隨便一台電腦都8G了 有沒有 像這邊電腦應該都16G 甚至32G了 所以這麼大的記憶體空間 你根本不用去在乎那個記憶體了 也就是說你今天如果是大富翁好了 你根本你花錢的時候 你買東西還會看價錢嗎 當然不用看 隨便買 隨便帶走對不對 那現在的狀況就一樣 也就以前為什麼要在資料型態定義這麼清楚 因為記憶體空間不夠 所以要輕輕計較 但是現在的話 因為記憶體太大了 所以根本不用去考慮這個問題 第二個的話效率差 可是問題是現在的CPU 隨便都是已經沒有4核了 現在都8核了 甚至16核了 因為現在台積電 它的製程越來越加 這個越來越提升 所以它的製程已經到5奈米 甚至3奈米、2奈米都已經開始了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CPU的效率已經快到一個不行 所以以前是問題的問題 現在幾乎等於不存在了 OK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再來的話 資料可能你要特別注意 那個轉型的部分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你那個形態假如說是一個文字 你就不能計算 那如果你現在是一個數字 你就不能串接 因為文字就是一個一個串在一起的 OK 那如果是數字的話 你才能做加減乘除 這個可能要做 如果你假設沒有轉型態正確的話 那你就會發生那個 它會產生一個錯誤 上面有沒有講 TypeL 有沒有你看到TypeL 那你就怎麼樣 把那個形態轉正確 那就OK了 所以基本上第一個 你程式可能會常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形態錯誤的問題 OK 那其他有像拖曳資源 我有講過 比如說你要換行 或者你要單引號、雙引號這些 因為雙引號本身是自串符號 但如果你要用的話 你前面一定要加一個什麼 反斜線 反斜線雙引號 有沒有 如果你要換行的話 就反斜線N 常遇到的 再來的話 就是結構控制 上禮拜我們有做過那個年齡的判斷 那今天的話 我們要再接著來看 所以今天請各位把那個 第二個單元把它打開來 OK 打開來 再來的話 我們就接著來看 另外一個範例 叫BMI OK 其他當然這邊有那個什麼 這個年 成績的計算 不過這個其實跟上禮拜那個還蠻像的 也許你們自行再練習看看 那上個禮拜的檔案放哪裡 我記得好像是放在我們的低疊底下 所以如果你要開啟的話 你直接把低疊 我印象中我有加了一個目錄 叫低疊底下的叫Python 2020 我有個年齡吧 把它打開 這個就打開了 所以記得如果你要存檔的話 我建議你把它存在低疊底下 不要存在C疊底下 因為C疊底下的話 下一次來就不見了 因為這邊電腦會還原 好 那你如果要把這個程式放大 還記得吧 Ctrl-加 有沒有 程式放大 這個Ctrl-減就是字把它縮小 那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也是Ctrl-加 Ctrl-減有沒有 這樣的話其實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那我們就 如果我今天假設我要把這個年齡的判斷 改成成績判斷 比如說它輸入的是A的話 我這邊有個疊取你們練一下 A的話是它大於等於80 那B的話是大於等於 大於就是什麼 等於80 等於70到79是B 那60到69是C 剩下來就不及格就D 那如果我今天有這個需求的話 那我程式該如何撰寫 其實如果你利用上個禮拜來改 其實也可以改得出來 怎麼改 其實這邊的話你可以把H 就你把它改改個名稱吧 變數名稱叫H很乖乖 成績的話 那如果你要取代H的話 你可以按取代 另外這邊有個尋找 尋找這邊有個叫什麼 取代的話應該是 這邊自換本文 比如說我想把變數名稱改成什麼 改成H改成叫什麼 改成A好了 我們不要取太 想說取個Score 太長 我乾脆取個A好了 那這邊可以替換全部 OK 那就把H全部改成A 這樣感覺不會那麼奇怪 再來的話請輸入什麼 請輸入乘7好了 OK 然後呢 如果A假設是 這個條件的話 如果是A的話應該怎麼 A如果是大於80 大於等於80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大於等於80 然後呢 而且 而且是and 而且要A要小於等於100 有沒有 OK 那這樣的話我就輸出什麼 輸出a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上個禮拜的邏輯來改 反之再來是什麼 如果他大於等於多少 應該是大於等於70 而且小於 小於等於79 有沒有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吧 那應該就是b了 有沒有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如果他是大於等於多少 大於等於60 而且小於等於多少 69 那就是多少 那就是c 那剩下來的 那就d 這個就可以把它跌 剩下來的 當然你可以在lf 只是lf 我覺得多餘的 因為剩下來當然一定就只有d 所以呢 你就輸入d 這樣就ok 所以你把它執行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run一下 你會發現請輸入成績 假設給85分 那enter應該會輸出到 輸出a 看一下enter a出來了 ok有沒有 那如果只請假設我輸入是75分 enter 那應該是b 那如果我輸入是55分 enter 那就d 那應該沒問題 那請各位呢把那個 那算個禮拜的那個年齡 把它再複習一下 也許把它直接改成那個成績 那或者是你重新打也沒關係 你就開個新的模組 那這個我就把它另存新 我就不能存檔 我把它另存微 這個把它改成年齡把它改成叫成績好了 那這樣就多一個模組 也許你如果有些東西啦 甚至你可以開有些以前寫過的模組 然後你可以修改當範本也可以啦 像我這邊是直接修改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就是上個禮拜的那個重點回顧 那這一題如果做完之後的話 可以再思考一下 可能會稍微再困難一點點 就是bmi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今天如果要算bmi的話 這個地方 bmi大概有個公式 那至於怎麼做待會再來看